一名身穿粉红色上衣 蓝色牛仔裤的妈妈 手上抱着小孩当作掩护 若无其事地走到植物柜旁边 顺手拿起上面的手机 放到口袋之后 立刻掉头离开现场 但育婴中心内工作人员 正忙着整理环境 忙着打扫 根本没有发现异状 过了不久 另外一位妈妈带着小孩 回到育婴中心 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 赶紧询问工作人员 两个人就在现场东翻西澡 但怎么样也找不到手机 只好报警处理 警方调约监视器画面之后 联络偷手机的女子 到案说明 他一开始还不承认 手机就是他拿的 但私底下因为心虚 另外叫他先生 拿着手机到派出所 假装捡到手机 但被远警当场试破 他也只好乖乖扔罪 他老公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直接将他手机 送交到其他的派出所 这位妈妈事后公称 她当时是看到 有手机放在置物柜上 才会临时起义拿走手机 等到被警方约谈 想要归还 但已经来不及 对自己的一时贪念 也感到相当后悔 记者王嘉庆高雄报道